Hello 大家好 我是Kinnis Facebook 改名 Meta 这个动作 令科网界酝酿了很久的 Metaverse 话题越炒越热 普罗大众当然想知道 我们不久将来会不会像科幻电影 置身在这个虚拟世界里 而投资者当然想知道 这个这么圆的概念 会不会带来什么投资商机 所以今天这条影片 就会为大家精选了几个元宇宙的概念股 和大家分析一下它的优势和要注意的地方 这几家公司有什么大动作 去大大力发展元宇宙呢 在开始之前 那你便帮我大大力链住这个订阅上和 Jasreci chatting 按完便热GHz de louise 再开心 第一间不可不提的 当然是Facebook 但一早看凶了元宇宙的市场 也是最先高调提出元宇宙概念的公司 连名字都改了 就准备做元宇宙的龙头大哥 单单计2021年至少耗资了100亿美金去开发这个领域 全力推动元宇宙相关的AR、VR技术 包括开发VR头盔、AR眼镜和手带等等 Facebook有什么优势呢? 早在2014年已经收购定一间VR的设备公司Oculus 一早就为转型铺定路 明年还将VR的产品Oculus Quest 转名为Meta Quest 证明Facebook想统一自己公司的发展重心 要突显Quest才是元宇宙的装置 根据他们的第三季财报 其他收入是保障195% 到7.34亿美金 主要受惠于Oculus Quest 2的强劲销售量 有消息指 它的销售量已经高达1000万部 你就会看到 市场上对这些设备的需求明显急增 朱克伯格也说过 公司未来一至三年 会重点打好元宇宙的基础 包括在产品改进和基建等等 所以近期的元宇宙投资暂时不会有盈利主 而美银也提到 在业务达到盈亏平衡前 可能需要超过500亿美金的巨额投资 看来元宇宙的商业模式 不单只是愿景这么简单 还有一个远景 看来远大的理想 真的需要时间实现 大家就要给点耐性 第二间就是游戏开发生 Robots 它就是元宇宙的先驱 它在几年前已发展元宇宙的平台 它亦是第一间将metaverse 写入招股书的公司 开创了先驳 所以被誉为是元宇宙第一股 其实Robots是全球最大的线上游戏平台 集虚拟世界 休闲游戏 和自行设计内容于一身 游戏内大部份作品是玩家自己建立的 由用户做主导 一个类似Lego的虚拟专快建构出来的社交网络 因为它也算是在市场上 发展得比较成熟的元宇宙平台 所以被视为是Facebook发展元宇宙的最大对手 而Robots去年市值大约40亿美金 上个月已经突破了七八亿 Robots今年第三季业绩都挺理想 好过市场预期 营收5.09亿 按年增长超过一倍 而值得注意的是 它在美国甚至全球都深受玩家欢迎 他们Q3的平均每日活跃用户 是4730万户 按年升了31% 而用户参与时数高达112亿 按年增长28% 而元宇宙的概念是一个同时可以很多人一起用的虚拟世界 Robots在这方面是一定的优势 不过大家要注意的是 它正亏损由上年同期的4861万 上季扩大到7400万美金 不过每股亏损收窄到0.13美金 去年同期是0.26 大家要留意着它的亏损情况 但是Robots现在仍在高速成长期 开支会比较大 虽然它仍在亏钱 但看到它的业绩正在改善 如果元宇宙真的兴起 公司的业务就会增长得快很多 转规为形就应指日可待 VR和AR技术是建构元宇宙世界的重要部分 而图像处理技术非常重要 图像晶片大厂NVIDIA 就顺理成章 成为最首位的公司之一 Facebook在10月28日改名的时候 NVIDIA的股价和月头相比 已经升超过40% 根据Boomer的报道 NVIDIA已经超越了Intel 成为世界上估值最高的晶片公司 而NVIDIA的市值 亦一度高达7500亿美金 成为美国市值排名第七大上市公司 为了打造元宇宙的基础设施 NVIDIA就推出了新的营运模式 Oniverse 它是一个协作平台 结合了AI、晶片运算和3D影像 去模拟出工厂的运作 城市、环境、气候等等 将真实世界的物理 复制去到虚拟世界 帮元宇宙建构各式各样的3D空间 其中知名的汽车大厂 BMW、宝马 已经是Oniverse的用家 在虚拟工厂内 便会收集和整理即时的数据 便会实时传到BMW的总部 从而规划出未来真实工厂的设计 比起Facebook开发元宇宙的应用平台 他的CEO黄仁勋就说 NVIDIA更加focus在元宇宙运算的基础建设上面 就是帮全球各大的厂商和users建构一个虚拟世界 他形容Oniverse好像是虚拟世界的引擎 似乎NVIDIA在元宇宙里面 会做一个技术提供者的角色 促进更多应用内容的生产 他利用自己本身是图像处理和运算技术的优势 便会在元宇宙里面霸发一个独特的位置 有分析师指出 在未来5年 元宇宙有望为NVIDIA带来超过100亿美元的机遇 长远来看 当这个概念越来越成熟 他的市场机遇就会越来越大 至于另一间科技巨头Microsoft 会用企业的产品做总心 发展元宇宙办公室 他们在11月2日都正式宣布进军元宇宙 推出Mesh for Microsoft Teams 简单来说 即将他们本身有的视像会议软件Teams 加入一个叫Mesh的混合实景功能 预计明年上半年便会推出 混合实景简单来说 即是混合了VR和AR的技术 用户可以透过3D的虚拟发生 去体验各种商业上的应用 例如开会 互动 做PowerPoint Excel ShareOffice的File等等 还可以透过Microsoft 自己开发的混合实景智能眼镜 HoloLens 去进行视像会议 公司的目标就是帮企业客户 去实现数码和现实世界融来一体 不过我就有点担心 虽然说香港人很喜欢上班 但你戴了VR眼镜之后 那不就是可以无时无刻 无地域限制地在虚拟办公室上疯狂开会 那又怎样变成24-7无制限上班集团 不知是这样 Microsoft也表示 将来Export也会加入元宇宙的元素 为玩家提供更好的3D游戏体验 所以最近都成为备受追捧的科望龙头股 去股价大涨 市值还突破了25000亿美金 前一阵还一度超越了Apple 成为全球市值第一 刚才说了四个概念股 总括了公司在元宇宙上的一些重点发展项目 不代表公司的整体表现 所以在入市前 记得要做足功课 另一个要注意的因素 就是元宇宙的不确定性 之前都提过 元宇宙的产业链是涉及很多不同范畴 内容和设备都是缺一不可 这些技术的发展 能否配合到 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所以就会带来一些不确定性 在普及性上 加上之前都提过 真正的元宇宙起码都要10至15年 现在都只是一个初刑 所有公司都要投入大量资源去发展这个项目 所以就绝对是一个长线的投资 除了我刚才说的几只元宇宙概念股之外 如果你觉得自己对元宇宙的了解都不是那么深 但又想加入一下 试试投资元宇宙的项目 就可以选择元宇宙的ETF 相对简单些 又可以分散风险 但因为蝙蝠的关系 所以我就留下一次再说 不过刚才那些都纯属是我个人的分享 就不是一些投资建议 所以投资之前 记得要做足功课 和问问你的financial planner 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给个like 朋友想知道多些元宇宙的概念 记得要分享给他们看 在临走之前 可以帮我按订阅键和计划 我会有多些动力去拍多些好的题材给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